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我們看到其實這幾天 大家非常關注 很多民眾在搶殘劑 特別大家印象很深刻的 花蓮那邊有一個富人 就是為了搶殘劑 跑輸了人家 結果在上樓梯的時候 還這樣慘摔 大家看得非常的難過 可是我們卻看到 蔡英文的左右手 這個特殊竟然PO在臉書上 還笑虧說這個是永春疫苗 我們看到CT1把這一個 他的臉書給截了出來 大家覺得說這好笑嗎 你笑得出來嗎 因為其實通常一般人 看到的反應是覺得很擔心 或很不捨 就連這個蔡壁如 看完之後都氣哭了 我們先來聽一下 為什麼大家要這樣子去追一支 殘劑的一個疫苗 說穿了就是我們的政府 沒有準備好足夠的疫苗 給老百姓 我也看到一個阿一跌倒 受傷 我想大家都會很心疼 看到這樣的一個畫面 我們的總統 我們的行政院長 我們的指揮中心 你去看到那樣子 花點那樣子 快的跑一個 做一個殘劑 疫苗的殘劑 我不知道 我覺得你們應該好好問他 蔡英文總統 你作何感想 你作何感想 對啊 蔡英文總統 其實我們看到的時候都很難過 可是蔡英文總統 你身邊的人看到竟然是這樣子的反應 他就說花蓮鄉親為了打這個打殘劑 這個是永春疫苗 他幽默一下 永春就是有春 就是這個台語有勝的意思 真的大家覺得這好笑嗎 下面的人還附和他一個打十個 我最多打十個 因為是永春的這個議題 真的不要這樣子看 拜託洪耀南一下 就是他自己還在臉書上面PO 再來我們也看到 過去蘇貞昌在講 蔡英文辛苦為大家爭取疫苗 希望國人珍惜 有沒有看到國人這麼的這麼的珍惜 殘劑需要搶成這個樣子 可是你們中央好像沒看到 你們還在笑 好笑嗎 兵哥 我覺得花蓮這個事情 本來就是非常糟糕 我不知道當初花蓮縣政府 是用什麼樣的心態去做了這樣一個 去搶打殘劑還有百米賽跑 我真的不知道當初怎麼想 當然徐珍衛是道歉了 可是我覺得真的要好好問一下 當初是誰決定要這樣做 重點是殘劑這種東西 為什麼要用大家去競爭 或是去搶登記或是在那邊排隊 我覺得根本不需要去做這些事情 我一直認為殘劑 每一個地方也不會剩多少 你就剩那幾個人 你們不是都有照射嗎 就是今天約還沒有來的那些人 就往後去排 打電話去問 問哪一些 因為大部分都年紀比較大一點的 到目前為止 你就打電話去問他 你有沒有醫院打 有醫院打的時候 甚至如果他行政不方便 你直接到他家去幫他打都可以 因為沒有幾個人 所以我覺得 何必要去搞成這種事情 這個行政作業是非常大的疏失 可是我覺得洪耀男 更讓我很驚訝 為什麼 你看到有人跌倒了 你看到現在台灣 已經變成國際的笑容 你知道這個跌倒的 在全世界的電視台到處傳 因為台灣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 像台灣這樣搶殘忌 然後為了搶殘忌還跌倒 我們台灣又變成一次 全世界的笑柄 結果你身為主席的特助 結果你居然覺得很好笑 你還在那邊開玩笑說 永春 永春的 還有一個打十個 下面一堆人在附和 蔡文總統這個人不需要辦嗎 這個人不需要處理嗎 這個你覺得他還適合 參與你們民進黨的黨務嗎 還是民進黨覺得嘲笑 被你們蹂躏的民眾 這樣是你們覺得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剛剛主持人在問說 蔡英文總統 是不是應該針對這件事情 出來發言 我給你保證他絕對不會 因為這種對他來講 怎麼講都不對的事情 他絕對不會更生的 因為這個不是拜登的狗 台灣的人比不上拜登的狗 拜登的狗死他才要去哀悼 台灣人摔倒 就能死了這麼多人 他有出來哀悼過嗎 彰化連個義勇的警銷 都已經過世了 請問一下他有出去講任何話嗎 都沒有 然後他們只會一昧的造神 連蘇貞昌都在講說 蔡英文總統很辛苦 到處在幫我們找疫苗 不然你是要怎麼樣 我拜託好不好 蘇貞昌我再講一遍 蔡英文就算假設 他今天真的半夜不睡覺 跑去到處打電話 去跟人家要疫苗 第一個 顯示了整個政府的無能 第二個 不就是你們這些無能官員的責任嗎 不就是因為你們 都是一群完全沒有能力的人 拖累到總統 才要總統自己親自半夜打電話嗎 如果你蘇貞昌有能力的話 如果你陳時中有能力的話 總統需要這麼辛苦嗎 你還好意思講這種話 你自己都不覺得羞愧嗎 所以真的 台灣已經變成國際效品 而且我們陸續在別人 第三波 第四波的效品 因為之前跟日本討疫苗 就已經變成國際體感很丟臉 然後美國爸爸再來一次 然後現在日本第二波還來一次 然後你們還要收 還不願意花錢跟人家買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政府到底要把台灣人的臉 丟到什麼地方 他們才甘心 對啊 其實最近我也跟這個 就是有去大陸工作的朋友 他們也是看到了這一幕 我就講說 你們怎麼台灣現在 這個打疫苗會變成這個樣子 竟然還需要搞特權 需要這樣子跑白米去搶殘劑 因為你看看 其他國家 像大陸這個地方 他們看到我們台灣 這跑白米充斥 他就覺得說怎麼會這個樣子 因為他們覺得很不可思議 我們台灣是需要珍惜疫苗的 但是在他們這邊 拜託你來打疫苗 我們這邊還有抽獎 獎品 前幾獎還是iPhone Macbook 這樣吸引大家來打疫苗 因為疫苗太多了 太普及了 希望所有 還有這種 可能最後有一些人 他是本身什麼 不願意打疫苗的這種理念的人 也出來打疫苗 在澳洲 同樣也是跟台灣 上演著同樣的這種狀況 像飢餓遊戲一樣 在搶打疫苗 可是大陸也好 美國也好 連這個奧克蘭動物園 都要開打疫苗了 人家連動物們 都在施打名單裡面 包含了老虎 雪雕 熊 美洲獅 他們在第一波的施打名單裡面 第二波還有領長類 貓科 豬 蝙蝠 他們是第二類的 可是對比一下 難道我們台灣 豬口不如嗎 連動物都不如嗎 我覺得全世界確實有很多國家 到目前為止是有疫苗短缺的情況 包含您剛剛特別提到 像澳洲疫苗也是短缺 所以他一開始有的時候大家都搶 每次看這個新聞 其實我們比較難過 就是說這不就是政府 應該所做的事情嗎 當你看到那麼多民眾 在那裡排隊 當你看到那麼多的民眾 想辦法搶要登記 而且那個登記是不知道 該什麼時候拿得到的時候 我講真的 這就是你政府無能了 轉過來就變成到今天這種 荒謬的這個程度 今天國外為什麼會搞很多抽獎 其實不是只有大陸有一些是這樣 包含到其實有些國家 也有說什麼送機票 讓你出國的或什麼 因為很簡單 他很多多數 因為他的疫苗足夠了 他的第一劑的施打率 大概他的涵蓋率 大概已經打到六成左右 所以他們從廣渡完了之後 現在開始在打深度 國外現在告訴你講說 他們希望大家出來打第二劑 甚至他們已經開始準備了 所謂的第三劑 台灣到目前為止 我們在第一劑 那一天陳時中說 他們希望把現有的疫苗 拿來打廣度 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如果沒記錯 我們的數字是10%左右 第一劑 第一劑10% 你跟國外比 我跟你講我不知道你什麼時候 打得到第一劑這麼多 能夠打到六成左右 我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打得到 所以我必須講 就是說我不知道花蓮先生 我們在想什麼 你剛剛看那個畫面 大家在那裡搶疫苗 那有多少是那個老人家 他就嚇到嚇不到 你叫他在那裡跑步 我不知道你當初是 站在承辦人站在那裡 你眼睛顧著什麼東西 你居然就讓民眾 用那個方式這樣去跑那邊去搶 這不是你道歉就可以的 你在那邊沒有任何的官員 你就看他民眾這樣搶到那個樣子 我可以理解就是說 大家在這件事情上面 為什麼大家要去跑 你今天你不去走 你就怕你唱歌 你明天再去走一次 後天再再走一次 你如果政府在這方面 你沒有辦法去滿足人民的需求 今天當然會造成說 誰在那邊爭取辛苦疫苗 我要珍惜 還不夠珍惜嗎 搶成這樣還不夠珍惜 什麼樣叫做珍惜 你跟我講 中央官員你當然不擔心 為什麼 那個分類改來改去 那都你們家在整頂的 你們搞一個中央政府 什麼跟地方的這個 只要防疫人員都都花在第二類 你就發現到什麼東西 防疫人員 你們家自己整頂的 你說他是就是了 所以你們這些 你們不用擔心 除了幾個少數的樣板出來 講說我的手臂留給誰之外 其他的你多少人去打過 你有本事你公佈 你跟一般民眾 沒有你這種特權 一般民眾他只能乖乖的 在那裡等 你告訴他說 不好意思你登記 他就趕快去登記 你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我登記 只是我們開始在預約而已 什麼時候打到不知道 他也只能吞 他鼻子也只能摸 明天他也要去排隊 你有什麼本事出來講這些 所以我就講就是說 當你政府今天要想辦法 宣傳說自己好棒 然後努力去打地方政府說 我告訴你 就是你們造成了破口這樣 講白一點 你們自己的專家都自己都講 現在打疫苗 才是能夠防止疫情 最好的方式 你這一塊補不起來 每天在那裡做政治操作 我還是這樣認為 地方政府有做不好的地方 真的可以被檢討 因為他是第一線的執行者 所有的東西 大家都希望破口堵住 今天中央跟地方有什麼好分的 如果今天地方哪個疏失 他在法定座位上面沒有做 你中央主管機關 當然可以直接講 但你中央主管機關 有時候都不講話 旁邊一堆人就開始 我覺得我懷疑你這樣 所以我懷疑你這樣 旁邊的人在那裡講 在那裡講一大堆 你中央都不會講話 你就是放任這種事情 不斷的吵 我真的覺得 那一天有人就講說 我們的總統真的愛名如子 連動物都愛 國外有誰誰誰的什麼 什麼寵物怎樣 發文什麼什麼 我老實講 我也不覺得說這樣子講合理 為什麼 他總有他的心情 他會表達或什麼 可是現在畫面上面看到那樣 有多少民眾每天早上八點鐘在那裡搶排隊 有多少民眾像這樣子畫面上面 大家只希望能夠趕快去跑 你看畫面上那個年紀那麼大的 也要在那裡爭 我們政府看到這個 你都不會講話 這只是地方政府的錯 地方政府在執行上是有問題 但為什麼造成全台灣的民眾 想要打疫苗 但打不到 中央你就不講話 對 其實很多人 也許是沒有辦法上網預約 所以他必須得要這樣去跑 但也代表說中央沒有超前部署 其實我們看到說像這樣疫苗的政策 包含了像是剛剛我們有聽到說 這種疫苗 這現在目前為止 其實施打率來說的話 在台灣我們是算第一劑而已 現在不過10% 可是如果你算到兩劑的話 才不過0.1% 我們怎麼跟其他的國家來比